音乐 由香港教区慈悲欺廉专责小组主办 宝石高持有会合办的慈悲欺廉少年加联华 在2016年4月24日圆满结束 当日活动在香港仔工业学校举行 有超过1400位参加者和义工参与 场面非常热闹 节目也非常丰富 包括摊威游戏 唱歌表演 花式跳绳 花式摇摇 光务表演 声言中读 祈祷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爱护呢 就是因为 各位我现在就在这个 少年欺廉庆祝的嘉联华会的现场 今年我们有这个嘉联华会 其实就是响应教宗的安排 它的呼吁 就是今年就整年都是慈悲欺廉 而慈悲欺廉里面 教宗就邀请不同的 就是全世界的教区 不同的 就是类别的人 比如有 青年 少年 长者 病患 甚至是监狱里面的囚友 我们都在不同的方式来 来慶祝这个 上主的慈悲 用我们的方法 那少年呢 我相信我们在香港 大家在一个小组里面想想 有什么最好呢 我相信最好就是用这个 摊位游戏 然后有不同的食物 都是以 摊位游戏也好 歌唱也好 都是以慈悲为主题的 所以我们就筹办了 这个少年的欺廉庆祝 嘉联华会 我在现场看到 大家都很开心 在开心之余 原来是真的要体会到 原来最后是上主的爱情 上主的慈悲 给了我们最大的喜乐 那如果我们得着这一份的话 才没有辜负到 教中方制国 是对我们的期望 很开心 今天 我们是香港制公医学校 香港教区 还有 香港制公医学校的 兄弟姊妹 一起举办这个慈悲 青少年的嘉宁华 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们看到天气满满地 但都是建议 我们完全接受 很欣赏来参加的青年很多 他们很勇敢 风雨不改 今天来参加 我们似一回事 今天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个嘉宁华会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 这些青少年 这些青少年 我们一方面 慈祝 包斯高神父 175年前 10月8号 姓母母圆最佔来 他收留 第一个 我说是青少年 的学生 叫做 Bartolomeo Garelli 已经过了170年 但庆立院的精神还是很活泼的 另外今年 也是4月了 4月12号 刚刚过了的12号 我们纪念鲍斯高神赋 踏入博多国庆立院的170周年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青年 参加这个嘉年华会 慈悲青年的嘉年华会 我觉得是香港地区 慶祝鲍斯高神赋开展的 庆立院有一个最好的活动 很多谢教区 很多谢香港製工业学校的慈悠会士 使命伙伴青年 都很多谢参加所有的学校丹会 非常多谢他们 和我们一起 监制天主 多谢大家 ald飛虎 確ーい 晚An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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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晚安 晚安 晚安